不過當美中企業在新手機跟晶片 一較高下的時候 我們也看到三星 其實還滿震撼的 我們要請陳顧問帶我們看 很多人也在質疑 他是不是步上了英特爾的後塵 竟然在全球要大裁員 而且裁員的幅度很大 對 今天真的是丟出了一個震撼單 我們都知道台積電主要的競爭對手 就是英特爾 虧損連連 沒想到第二個競爭對手 三星竟然要裁員 那三星他要削減成本改善獲利 怎麼回事呢 我們看最主要就是他的新進製程 新進封裝跟他的記憶體 那新進製程我們來看2奈米 2奈米他的良率沒有改善 導致三星決定撤離 他原本在美國德州泰勒廠的人員 所以2奈米不順了 那我們來看4奈米以下 尤其台積電3奈米不是 已經成為他的營收主力嗎 那我們看三星量產4奈米以下的 德州泰勒廠 因為他GAA的製程 量率只有10%到20% 真的 這跟台積電怎麼比 沒辦法比 量率10到20% 真的低得太離譜了 客戶怎麼敢跟他下單 對 所以三星在先進製程很不行 那在先進服裝你看台積電 Kofas 前陣子只要跟Kofas有關的股票就大漲 再來記憶體 他的記憶體的表現 尤其HBM也被SK海力士給超越了 好 因為他的整個製造很不行 所以導致他的行銷業務不好 所以他現在海外部門 有30%的員工要丟掉放完 其中印度已經資潛了 印度大概有2.5萬人 然後資潛大概4%1000人 好 那我們都知道台積電 主要競爭對手Intel打趴了 三星現在是丟出震撼彈 那反觀我們看台積電 這次半導體國際展 最亮的亮點 就是台積電跟日月光 號召弄了一個矽光子產業聯盟 這個聯盟為什麼會有矽光子 最主要原因就是AI跟高效能力算HPC 它的需求大增 然後看來Kofas已經會產生一些阻礙 所以需要矽光子 矽光子市場到底有多大 國際半導體協會預估 到了2030年 它的矽光子的市場規模 會達到將近80億美元 很高 而且年負長率 對 將近26% 那全球的半導體 在未來每一年大概就是10% 8% 10% 對 它竟然還有這麼高的成長率 對 這是很棒 對 那當然這次最大的亮點 就是矽光子聯盟 那大概有30多家 那我們來看 它相當於是一個道三角形 為什麼 越上面營收越大 因為它是做組裝 所以我們從最底下 最底下的矽光子來看 軟體工具當然是Synasys 是美商的 所以我們不看 做晶片設計的 當然就是聯發科 還有另外兩家都是未上市公司 所以聯發科也已經正式切入 矽光子的晶片設計 然後再來光源 因為你矽光子需要漲金 累金 矽光源 當然最主要就是聯軍跟負採 負採投控 然後機構界當然主要是 主動元件 被動元件 光纖 連接器等等的 那你可以看到加速最多 也是過去這將近一年來 股市漲幅最可觀的 全部都在這裡 機構界 那你整個弄好以後 開始要封裝 那先進封裝前段製程 一定是誰 台積電 世界先進 當然也幫了穩帽 跟做系統整合的貿德 然後後段封測一定是日月光 所以為什麼說 這個聯盟 矽光子聯盟 是由台積電跟日月光在號召 好 那我們都知道 COVAS裡面設備很重要 同樣的矽光子的設備也很重要 你看 已經有四家了 星雲 紅塑 智聖 惠特 已經有四家了 那當然你設備好了 重要是測試 測試也有三家 旺系 系格 影威跟飯全 好 那你封裝好了以後 就要開始做組裝了 有模組的組裝 主要是聯軍跟上全 但系統級的組裝 都是一般我們所所知的 什麼電子六哥 有打鴻海廣打立基 所以你會看到我們的供應鏈 非常非常完備 對 這矽光子產業聯盟 真的涵蓋的範圍非常完備 非常廣 那當然從設計到組裝 而且這些很多都是國際級的大廠 那我們看目前剛剛也特別提到 陳昊 陳彥也特別提到 中國在整個發展過程中 我在六七月的節目上 也特別提到 中國在募集第三期的大基金 這大基金要投入在先進製程 先進封裝 還有在HBM 那先進製程的設備 你看美國又出手了 美國商務部九月五號宣布 增加量子運算 還有半導體的先進製程 出口管制 當然指的包含中國跟俄羅斯等等的 所以中國看來在先進製程 是不可能的 剛剛陳彥也提到了 那在先進封裝 台積電 從COVAS先要到細光子 所以中國如果要走先進封裝 恐怕也會吃鳥 但在HBM HBM我們看 美國出手 因為美國很擔心 中國跨入HBM 所以美國的商務部副部長 艾維斯特維茲 就是在前幾天 九月十號美韓舉行經濟安全會議 這個層級是蠻高的 在這會議上呼籲 呼籲韓國 韓國兩個HBM的龍頭廠 當然是SK海力士 SK海力士占全世界五十三趴 三星占全球三十五趴 這兩家加起來就占了九十趴 另外當然就是美光 他說你的產能要留給韓國跟盟友 不要給中國的對手 為什麼美國現在會對他們在HBM 這一塊這麼擔心 很擔心 因為為什麼 因為大基金看來在先進製程不行了 先進封裝也不行了 當然大基金會鎖定HBM 所以美國會很緊張 好了 剛剛三星才在裁員 三星會同意嗎 他如果你不讓三星再賣到中國 那三星不是會挫起來嗎 對 他業績就更差了 對 所以韓國的貿易部長 證人叫救他 已經講話了 他說我們韓國跟美國荷蘭不同 韓國無法百分之百 配合美國的出口管制 因為韓國高度依賴中國 所以如果你不讓他出口 恐怕三星還會再下一步的裁員